这部《荷碎片》刚刚在伦敦也有上映的《泛气宫心2》 《麦琅妮》两年前《泛气宫心2》的故事 依然都是原班人马除了王子华之外 其余的梁华、张继聪、陈宙文、Staffy、邓丽欣、黄远之、林明晶 全部都是回来的 我个人的观感就觉得这部电影虽然《野心》比上次大很多 因为上次只在一个旧楼里面发生 可能就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 但是似乎那些电影很集中 因为在一个场景里面 今次《野心》大了,婚礼连长了 就是说三楼婚礼完畢后又到二楼的婚礼了 但是《野心》随着这部电影的场景 因为都开始有很多场景 无疑令到剧情是有点散的 没有上次那么集中的 老实说上集他们六个人的剧情 基本上都已经是... 《歌仔》都要说完 因为在一起的人就在一起 不在一起的人也不会在一起 但是今次硬要开这部续集 其实真的没什么气好说 尤其是... 开始有很多位置都很堆砌 一开始看到张继聪和Stephy 求婚唱Monica 加上有凌文龙在当中 扮演一个丑男在那边跳舞 我觉得是非常难看的尴尬 一班演员真的演得很老价 正如刚才所说的 没什么气好 没什么故事可以发展的底下 有些新演员 看到罗兰和米雪 饰演王远之的婆婆和妈妈 我觉得都是有点新鲜感的 王远之也是继续发挥他的喜剧天分 也讽致那些人结婚 带到... 右手右脚都是龙鳳鸭、金鸭 但是剧情发展下去 就比较有些韵气来做 尤其是《不见戒指》 那里又搞了一轮 接着又出现了《魏晋生》 明显地这次是代替了 今集没回来演出的王子华 但是当然不能够相提并论 因为上次王子华都是一个灵魂的人物 除了笑位、哭位 笑中有泪的位置 都对王子华带出 但是这次他这个《魏晋生》回来 尤其是之后说 他是与Staffy邓丽欣的子弟情 比较突压的 再发展下去就是 三佬陈泽文在他结婚那天 《混音》 又搞了一轮 当然王远之的戏都是交足的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伏線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结婚之后 那段婚姻受到考验 也都大玩了林明晶的广东话 例如说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 这个也是挺好笑的 当然当然不详细去爆这个get 但是一些新演员 好像谢君豪、蔣志刚、胡锋等 虽然有这些新的人物加入 但是也不是说 令到剧情更加精彩 反而因为一些很胡闹的事 在这个婚宴大吵大闹 其实都是不胜其烦的 说到尾 这部戏同样都是陈永深、Sunny去编读 但是和第一集的水平真的相差太远 总括来说 这部戏我只能够说 是紧紧合甲甚至 不是说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总括来说 我会觉得这部戏 我不是太推荐大家入场观看的 记得支持我订阅这个频道 在几乎 这部戏